今天我們來談談螺絲固定式的假牙 那螺絲固定型的假牙的話 在紫牙我們最傳統製作 是用年紀來固定式的假牙 但是當我們在用年紀來固定式的時候 由於紫牙我們可以看到它直徑是比較小 大概是5mm左右 可是我們在大舊尺之類的牙齒 往往動不動都是10mm甚至12mm 所以這個地方很容易有一些殘膠的部分跑出來 就是跟自然牙比較不一樣 那在我們解決的方法 我們可以分兩種 一種在單顆或是多顆 在單顆的直牙是固定假牙 在這個牙 通常我們在後牙是在咬河面的地方 會預留一個螺絲孔 所以當我們把假牙放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用螺絲來固定 那上面再用Teflon膠帶 或者是一些樹枝把它覆蓋起來 所以呢對病人來講 這是一個固定式的假牙 但是對牙醫師 這是一個可測性的一個假牙 同樣在多顆直牙固定式假牙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沿用同樣的裝置 但是相對來講它在印模上會比較複雜 然後要求上要更精確 所以差一點點都不行 所以普遍來講 製作螺絲固定式的假牙要求的一個技術的一個水平 會比較高一點 那再來它的扭力上不需要很大 所以在製作上它是一個比較精密 但對患者的話 譬如說它因為有一些假牙的縫隙 它沒辦法清得很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假牙拿下來整個清潔 甚至再施餘一些藥物 所以在長期的清潔保養上的話 可測試的一次其實是非常理想的 也是直牙的不二選擇